嗨 大家好 我是Honey 今天含於我的任務是什麼 來到花蓮這個地方 我就結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而且現在這個季節就是放暑假 我想小朋友平常都在上課 我應該要帶著他們去客廠各個地方 就是走走去體驗一下他們的文化 或者是說他們的手工藝 還有他們的美食 所以我就決定要辦一個小小客人體驗營 很不賴吧 現在就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的小小客人出場 台嘉後我希望行事今年47歲 我突赴年古中 我再興起大股 請問台嘉安智生 台嘉後我黑黃玉慧今年十年生 我突赴年古中一年生 我再興起大股 請問台嘉安智生 台嘉後我黑黃千華 我會經驗四歲 我會黑黑黑白土 請問台嘉 韓依姐好 你們好 歡迎歡迎 我問你們一個問題喔 你都感到 是甚麼意思 不知到 非常有默契 那就讓我為你們解答囉 其實體驗贏喔 韓依姐姐我想要讓她呈現的感覺就是說 不管是美食啊 或者是說手工藝等等的各個東西 就讓你們親自下去去體驗 去把它做出來 具有那種成就感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怎麼會這麼沒有力氣 你們怎麼可以從剛才自我介紹 這麼沒有力氣 你也沒吃早餐 真的嗎 真的 你也沒吃 你也沒吃 大家都沒吃 這樣不可以喔 小朋友 你們知道吃早餐很重要嗎 好嗎 不吃早餐會變笨耶 早餐是一日活力的全員 無關天 天天喊一夜 第一站 就帶你們下去吃早餐喔 好不好 好 好 做吧囉 耶 從一月到十二月都有許多具有歷史傳承意義的熱鬧節慶 這就是現在每年在客家庄都會盛大舉辦的客庄十二大節慶 暑假到了就是要體驗不一樣的生活 今天的孩子王就是我 小小客人跟著韓依姐姐一起體會了解客家人的生活態度 與傳統文化吧 都是you tell me 小剛要安放 大家好 我帶小朋友來吃早餐啦 我跟你們講喔 這個這邊的早餐喔 都是充滿客家味的 因為我們小小客人體驗你最吃的早餐 當然也是要道地傳統的客家風味 而且你看種類超多的喔 而且我聽不懂是你們老闆娘做的早餐真的超好吃的 十點以前就賣光光 所以我們一定要重做快 趕快點餐趕快吃 好 我跟你們介紹一下 有水半耶 風半 吹飽快半 捏半 幹嘛看我 點菜啊 你剛剛講太快了我們聽不懂 蛤 聽不懂 你跟她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我們介紹一下 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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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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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點菜吧 水半 我們看 水半 水半 這家在鳳林的早餐店最大的特色是除了傳統的早點還有各式各樣的客家版樣樣都很受到歡迎早上一定要吃得飽飽的才可以應付一整天的挑戰喔 我要再跟你們分享一件事情你們看看 怎麼會是 摘飽 不錯 現在摘飽的 不過它是油軟的名字喔 我們要用很多 煮農拌 煮農拌 不錯 猜一下 看它沒有比較好吃 我看到我現在看現在有很多煮農拌 猜猜看 比較像豬 比較像豬 像豬就叫豬版就好啦 為什麼要叫豬籠版 裝豬 裝豬 沒有錯 你好棒喔 煮農拌不只皮Q線多 底下鋪的柚子葉更散發出陣陣的清香 讓美味更加分 大夥補充完活力之後 就讓我們往下一站出發吧 第二站 我要帶小小客人們來參觀 鳳林地區的傳統煙樓 煙草 是早期客家人重要的經濟作物 而煙樓就是用來儲存 及燻烤煙葉的建築物 客家人對傳統文化的保留 一向是十分的重視 鳳林是全台煙樓最密集 而且保留比較完整的地區 家庭在如風寒鍋裡 那邊有看到老爺一窮 動作老爺一窮的肉間種 那你們知道像這個建築物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它叫做煙樓 它其實有八十年囉 煙樓其實有分兩種類型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種叫做大阪式的 大阪式就是那個屋頂上面 還有凸出來的排煙孔 鳳林地區其實留下來的煙樓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這種大阪式的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叫廣島式 它的那個排煙孔就不會凸出來 它可能跟屋頂差不多高而已 你不要看它現在這樣子 其實它是因為有改建過 它其實也是傳統保留下來的煙樓 但是因為在地人呢 它現在就會融入一些客家元素 把它改裝變成民宿來經營 所以你看到它的外觀 可能些許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可是不過喔 它其實保留的還是很完整 在鄉親的橋手改裝下 賦予煙樓全新的生命力 也讓大家更能親近 早期鮮明留存的客家文化 看完了傳統煙樓 煙樓民宿的主人 還要教我們的小小客人 做出最美味的啟拔耶 因為啟拔耶 可是客家點心中非常重要的一員 不論是慶典、祭典、結婚喜宴 通通都少不了它 而這次民宿主人要教我們做的 可是創新版的啟拔耶喔 不知道客家人很常吃的一個點心是什麼呢 就是馬鼠 考考你們有人知道馬鼠的客家話怎麼說嗎 啟拔 對 就是啟拔耶 好厲害喔 超棒的 那我們說過了 我們這次是體驗營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自己動手來做 自己做的才有得吃喔 那我們為你們請到一個老師 歡迎老師 好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來教你們做我們客家人的啟拔 要捏出完美的啟拔 最重要的就是運用虎口的力量 小小客人們看過老師的示範之後 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自己來捏捏看 不過呢 只有自己親身體驗過 才會知道美食原來是這麼的得來不易喔 要讓軟軟的米團乖乖的聽話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喔 看小朋友們認真的手工揉捏出來的啟拔耶 還留有手心的溫熱 又軟又細緻 自己做的啟拔耶 嚐起來果然就是美味加倍 下一站我要帶小小客人去上染布的課程囉 客家人善於染布 尤其能夠利用在地的植物枝葉 熬煮出最天然的染液 將單調的白布 渲染出美麗的色彩 染布可以說是客家老祖宗 生活智慧的展現 而這間有菸樓改建的文史工作室裡頭 就能夠體驗植物染的樂趣 今天我就要帶這群小小客人 一起完成屬於自己的手染金囉 哇 你知道我帶你們來這邊要幹嘛嗎 不知道 其實我是想要讓你們可以親自動手做禮物 很棒嗎 嗯 這個禮物呢 你可以想想看要送給你自己 或者是送給任何人都可以 你們信中有名單嗎 沒有 沒關係 那你們等一下就邊做邊想 把你的愛灌入到這個小禮物當中 然後送給那個人好不好 好 那進去吧 染布之前我們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要運用綁布的技巧來做出花樣來 除了棉線和橡皮筋 老實說 用一些小道具 像是木棍啊 筷子 石頭或是小彈珠 都可以當作綁染的工具 而綁法不一樣 就會有不一樣的花紋 所以 每一條染布都是獨一無二的 你看我們埋頭苦幹發揮創意 綁過來又穿過去 相信等一下一定可以染出最漂亮的花布來 好啦 我們都完成我們的半成品了 現在就是用不同的東西綁出來 就會有不一樣的花樣 那接下來呢 那你就拿去金水金斑點種 加下去就比煮斑點種 其實呢 它就是靠這個染料 就是你下去煮的時候 它就會上色了 那這些染料特別的地方呢 它不同的顏色 其實是靠不同的植物把它熬煮出來的 所以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天然很棒的 你完全就是可以動手自己去設計 然後連染出來的顏色 其實你都可以去調配 譬如說煮的時間不同 然後你去選不同的植物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喔 很棒吧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拿去泡水 好不好 好 走囉 綁號之後的棉布 要先浸泡在清水之中 大概泡個半小時左右 這個步驟 最主要的就是讓棉布充分吸收水分 不過泡完水之後 還是要把水分抿乾 這樣等一下才能均勻的吸收染料 接下來把棉布放入染液裡頭 熬煮半個小時 就會渲染出色彩來 不同的植物煮出來的染液顏色 也會不一樣 真的好期待染出來的成果喔 來 我們現在把這個繩子 這些東西都拆掉 就可以看到圖案了 就像是拆禮物一樣 將棉布上的棉繩 還有木棍筷子 一一的拆卸下來 很難想像 透過這樣的榜染 到底會形成什麼樣的圖案 就讓我們一起來揭曉 手中的把握吧 預備 一二三 超正點的耶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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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們想像中的圖案一樣嗎 你們在設計的時候 不一樣 每一條都好好看耶 這趟天然植物染布的課 有趣又好玩 接下來的課程 我們將更加貼近大自然 鳳梨呢 是華蓮地區重要的農產品 現在又正值產季 就讓我們一起夏田體驗彩果樂吧 手套先帶好喔 好啦 接下來呢 我帶你們來到的地方就是 鳳梨田 有人會講鳳梨客家話嗎 你這樣笑的意思是你會嗎 不會喔 有沒有人會 鳳梨喔 有正確解答耶 鳳梨 沒錯 竟然有陷子 就等到來 十鳳梨 說到彩鳳梨 我可是小有經驗呢 首先 雙手一定要戴著手套 抓著鳳梨頭順勢的一折 要小心留意 不要被堅毅的椰子割傷喔 透過這彩鳳梨的體驗 小小客人 不僅能了解農作的辛苦 更能學會好好的珍惜食物 有了這個基本的態度 就可以進入我們的烹飪課囉 採完鳳梨就要開始做菜囉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來到我們的客家美食烹飪教室 謝謝 今天為你們出動全村的人都來啦 這個陣仗是不是很棒喔 各位小朋友 既然我們是體驗營對不對 那我就要為你們帶來三道客家菜 然後這邊的阿姨叔叔們 全部都帶著你們一起做 所以不用怕 那我跟你們講 今天要出的三道客家美食呢 來我先教你們一下怎麼講啊 第一道菜是 很好 第二道菜呢 叫做 辣肉是什麼 辣肉 太棒了 那酸的呢 酸的 酸的 那我們第三道菜就是 麻油炒風吹 很好 那那個就是什麼 就是風吹 好 好 還有的喔 這個客家的滋味 對這個辣肉 很高的出來 你們有看出來哪裡不一樣嗎 比較長 對 好聰明喔 比較醜 怎麼還要比較醜 要是說 客家 拜拜 年節 經共胎 意思是說 年節拜拜 記住的時候 那個 三生 有雞 幾十幾 一隻 魚 然後有一塊 豬肉 這個豬肉 就是要有頭有尾 意思說 這個 聖宗水 對 有頭有尾 有頭有尾 不忘屬中原 一個生活的態度 對 做人要有信用 做事情 就要有頭有尾 所以我們在拜拜的時候 用的臘肉 也是要整條 對不對 而且又有心意 又捧拍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親自動手 做料理囉 不過這群小小客人 可都是第一次拿到呢 所以婆婆媽媽們 都很小心翼翼的指導 要用它趕快切斷 要用它 就不會切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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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你很會痛嗎 好 好 好 有了阿姨們的指導後 做菜就變得容易許多 小小客人也做得越來越有架勢 切切洗洗 備料的部分都完成之後 就準備要下鍋料理囉 放了嗎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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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廚娘耶 好有架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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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補兜了一 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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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換下一位 雖然是大鍋大鏟 不過我們的小廚娘架勢十足 鍋中也傳來正正的香氣 做完了臘肉炒蒜苗 米粉也要隆重登場囉 阿姨說煮米粉可是有技巧的喔 你看 這中間的醫師想 等一下 米粉拿下去就不會黏黏黏球 沒有 這是一個窍門 對 這是一個窍門 這回去可以教你媽媽 好 差不多 差不多耶 原來煮菜也能增長知識 有許多小智慧就藏在細節裡頭 阿姨們可都是個個不藏私呢 米粉燙完了之後 鍋裡要繼續炒好料囉 燙一爛 你沒有帶火的廚房嗎 沒有 我們要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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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而且東西要好吃 飽香的功夫就要做足 阿姨說 這些都是做好菜的小秘訣呢 退的人就是不會開始的喔 對嘛 他才會退變師傅 對 很好 挺好的 挺好的 厲害 很棒 很棒 來試試看 來 好 你要伸到最下面 不然下面的戴哈全部是做的 全部倒下去 問他 倒下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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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做中學 每個小小廚娘都用心的學習 親身體驗互相合作 終於完成了我們這次的三道客家料理囉 小廚娘們 秀出你的廚藝吧 Yeah 準備大塊朵衣 嘗嘗自己做的好料理囉 好 細農的 來 開始搬了哦 稍微再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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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女兒長大有人來提親的時候 做母親的都會提醒 小女生 稍微再讓她 稍微再讓她 即將要嫩 她叫她 會得幸福 好 還有這句話喔 難看了 所以今天不是說小廚娘一日養成班 今天是什麼未來小媳婦的一日養成班 哇塞 那你們還記不記得 除了說做鎮鎮才會得仁層這件事情以外 還有一個我們客家人的生活智慧 大家一起講好不好 中明共心優 做事 you tell me 太棒了 如果我今天要給你答的最後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百分 因為你看做事有頭文 你們真的從切菜挑菜洗菜開始 所有的步驟通通都自己參與 變出這一桌這麼厲害的菜 太好了 那我們就來抽髒髒吃飯了 開動 客家菜不只是美味 更充滿了許多的生活智慧 小小客人這會從洗菜切菜到煮菜 依依親自體驗 每道菜吃起來都別具風味喔 我最喜歡這次的炒菜活動 可以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到家的時候炒菜給家人吃 好棒喔 那像你呢 你喜歡什麼 染布 因為每次染都會有不同的圖案 所以在做的時候就會充滿期待的那種感覺 對 那你呢 你喜歡什麼 嗯 那個 七八的體驗 因為可以讓我們自己做 然後也可以吃到很多種口味 那你呢 我覺得 菸樓那個房子很有趣 然後以前我去的時候都不知道 那是菸樓 而且它已經有80年的歷史了 那如果韓依姐姐說 我看到你們這次參加這個體驗營都這麼開心 我就信心大增 所以我決定 我們小小客人體驗營要繼續辦下去 你們都會來參加嗎 會 會喔 你們說的喔 那要打勾勾囉 打勾勾 從一月到十二月 都有許多具有歷史傳承意義的熱鬧節慶 這就是現在 每年在客家庄都會盛大舉辦的客庄十二大節慶 今天我當了一天的孩子王 在種下我也再次的回到童年 放了一天的暑假 其實呢 客家文化 就是要像這樣 從小扎根 利用石座去更深入的了解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今天和你們共度的時光 更不會忘記那美味的祖龍瓣 軟軟的啟發耶 繽紛的染布 還有一起揮灑的汗水 我想這會是我最甜美的夏日記憶 雖然呢 體驗營總是會有結束的時候 但我心中那份感動 將會一直延續下去 只能捨不得 一直延續 在家裡